ok 今天是12月9号 Dubai 时间早上10点钟 ok so that 比特币现在走这一个 三角形 这一个对称三角的这个形态 所以现在比特币我们现在 还是一样跟回昨天的方式 我们来就去看 所以今天我会讲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我会讲的把ortcoin 跟讲的把换手的这个概念 如果你对换手的概念 想要听我讲minset sharing 我今天会比较着重在minset sharing 你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话 记得把这整个video看的话 ok so that 这个三角形是对称的话 我们把它中间开一条线 这一条线刚刚好对应了 这一个resistant line 看到吗 我让它画平了 so that 这一条线刚刚好对应了 这里的这个snr box so 这里一格 现在 这里是出现了新的一格 ok 这里是差不多交汇在这里 49500左右 ok 所以现在我们是要来看 这个三角形 到底它会突破往上的概率更高 还是突破往下的概率更高 ok 想要知道这一切答案的话 记得把这整个video看到完 我以后面跟你分析 用mscd 用fibo 然后再用换手概率 这个概念来跟你讲 ok 收集了把这整个video看到完 ok 现在比特币 其实你要讲 它是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 因为现在是对等三角形 它就是往上突破的概率50 突破往下的概率也是50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一小时 它有稍微mcd这里往上搜 这里你可以把它当做是 啊它不是底背里 可是它这里mcd在跟你讲说 它亮能是在往上走的 所以它很有可能这里 它会重新测试这个 resistant line直到 往其中一方突破为止 这样一个小时图 现在我们看不到什么 所以然我们可以看一看 我们昨天讲了两个小时 所以两个小时 你可以看到一个小时 几个两个小时是在打架的 一个小时的亮能是讲我要往上 两个小时的亮能讲我要往下 ok 说的一个小时跟两个小时 现在基本上是在打架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大一点 现在是变成这个四小时 ok 现在四小时呢 因为它已经拖了一段时间了 你可以看到吗 他照理来讲 他这里要走一个类似于这样子的波段 或者是甚至跌的更深 可是他没有 ok 因为很多大户都在这里接盘 对吧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它的mcd 导致它是变成这样子的 所以这里变成什么 你可以看到这里整个是青色 ok 所以如果四小时突简单来讲一样的 跟回我昨天讲的 如果四小时突传线 这里他应该也是突破了的 就是占上五十二千之上 ok 所以如果还要突破四个小时 他必须要突破五十二千之上 ok 也就是突破之前的前高点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在震荡区间 ok 可是如果你现在要开合约的话 我只会让你去开一杯杠杆 就是对冲 因为现在为什么会做对冲 因为现在DL的确是Dowtrend 同南线之下嘛 做这个动作呢是为了保护你的Value 所以如果他被矿的价钱继续跌的话 我能够对冲所长 ok 我的价值不会流失掉 可是如果他往上冲的话 他变回到五十六千之上 现在是变成五十五千了啦 ok 就空南线之上变成DL 我可以关单了再买回来 ok 就等于你卖掉现货买回现货是一样的概念 只是你用合约开对冲的话 你可以赚funding fees ok 所以基本上你要做的那个效益是样子 是你多了一个funding fees 来帮你对冲你的那个风险 就等于你拿到extra的利润就对了啦 所以是用来做对冲 不是为了来赚钱的 因为在最近的确在这里有很多大户的那个 链商数据一直在讲说他们一直在收货 一直在收货一直在收货 一直在收货 可是我也不用去想太多讲说哦 什么阴谋论啊 他们收货是为了过后要dump 加钱 然后在期货那边做空赚钱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有可能 可是有必要去这样猜疑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就算你这样猜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以你这样的假设方式 真的是有人在这样子做 ok 所以这种是多余的猜疑 我们不去做 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就根据图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ok 所以唯一跟昨天不一样的地方是 今天他形成了这个 Asymmetry的三角星 就是这个对称的三角星 所以这个三角星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他 如果你是要做单的话 很简单 如果你要做中短线的单的话 也就是说可能一天内就关单 你就可以玩突破 就是如果他跌破 差不多跌到四八千五百的价位的时候 还往下跌破的时候 你可以做空 ok 背手的三角星 所以如果你是背手的三角星做单的话 他一旦突破回他三角星之上 就是五四千的时候这样你就要cut了 因为他已经不符合 你要看他跌 就是三角星跌破的那个形态 这样相反如果他往上突破 突破他五十一千五百的时候 你可以做多做多的时候 当然你也是要在这边做stop loss ok 就是在四十八千五百的位置 这样子来去做一个stop loss ok 可是这个是否中短线 就是你很熟很痒很久没有的做单 你可以这样子做 可是我个人还是鼓励你们做中长线的单 也就是说我其实不鼓励你们这样做 ok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练习盘感 就是如果你要长期赚钱的话 这个方式不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假设他往上突破 照理来讲你要做多吗 可是dl现在是down trend ok 你有可能会赚一点钱 可是还有可能在上面 如果再找到另外一个主力位的话 五十二千也好 或者是我的四千他被reject下来 你走不及的话你就会亏钱 所以for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我现在还是在观望的角度 可以我手持现货 然后我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setup 我之前前三天有讲到的trading 要等到有一个好的setup你才进场 ok 再来我们来讲一讲matic matic呢 昨天去到最高是他不接近两块六两块半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matic的价钱 现在还是很硬啊 现在我还是一样等matic一样事情 不然等他突破前高点就两块七这个位置 而且的确even though之前bic 应该在这里十二月二号三号的时候吗 对吧我们看一下啊 十二月二号的时候比特币跌了差不多 二十多趴 ok 二十八八千 十二月二号我们看回matic啊 十二月二号他是有跌matic 可以也是跌蛮多 可是马上往回溯 看他这边红色蜡烛 这个是他那时候比特币大跌的时候 跌了三十多趴 可是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他又从这里呼吁到差不多这里 四十二趴也就是说matic的买盘 一直有人在借他盘 ok 也就是说很多人还是很看好他 而且现在停留在两块三毛三这个高位 这边的一直破不上啊 如果你有买到matic的在下面写common matic 我现在就等他突破吧 可以这里突破的话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 用这边的这个三角星的高点 来去计算如果他这里突破的话 他会上到来差不多四块钱左右 如果你用fibonacci来算的话 从高点拉到低点还是刚好也是来到四块钱 ok 说的我的matic的目标价我会定在四块暂时 ok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讲在我的vip里面 我不会卖掉我的all coin 可是如果你们怕bic会进一步下跌 的确他会影响到all coin跟着跌 ok 说的你怕的话你可以先锁入利润 因为的确matic 现在你要讲出厂价也是在一个很好的交 因为他在resistance 可是当然如果他突破的话我会上的更高 ok 所以如果你怕的话 那 even though ok 你matic 你也赚钱了 因为matic 我的成本价的时候喊进去了 这一块二很多人会讲说 安森在public video等他上了才讲 当然那我在vip 我讲的blitz 当然是给你们便宜买进了吗 但他上的时候我不是才讲我 我们真的是讲到准吗 这样子我们内部才可以先买进去了先 过财来 announce 我们的喜悦这样子也没有错吗 对吗 so 一样的for gala gala 我们的进场价是一脚钱 现在有没有他都赚了一个400% ok 就是你不算capital的话 一脚钱现在赚了多四脚出来的margin ok 就是赚了四倍啊 净利润四倍 biddao也是一样 biddao我们的进场价虽然快四 他现在掉回下来 可是biddao这个coin 如果你有听过我讲的话 一定是后果长远的 至于原因的话 你去我的home page 你去找回biddao 这些video全部去看到完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买biddao了 而且现在我讲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benchy,gala,matic 这些全部赚的钱 也要对应今天我要讲的mindset sharing 就是讲个宝换手 就讲个宝换手 你会发现到哦 如果你把目光放长远的时候呢 基本上这些跌啊 或者是突然间的上涨啊 或者突然间好像这种急性下跌 想讲一句话 只要你看好blogchain的革命 你看好gainify defy的未来的话 这些下跌你要讲我看错也好啦 然后给我看了一个comment写 我再bid到两块八两三块的时候 我一直叫人家买 结果现在掉下来亏钱了 然后在那边骂人什么 就看你的目光放多远 你目光放现在 然后你现在只损隔肉出场 当然是亏钱了 可是如果你看的长远 ok就好像我推特有发的一个贴文 这推特本来有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被suspen 要拿掉了 我不知道他的图大概就是讲说 过去的平台币 不管是ftt 火币的币还是 bnb 也是有停在3块钱以下很长时间 可是当他一爆发起来就是10块50块100块更高 所以我不是要跟你来辩论说bid到底会上到多少钱 只是我要跟你讲现在他是相对来说很低的价钱 如果你看到3块钱很贵 你也讲的没有错 在短期内他的确是买贵的 他现在掉下来变2块钱 可是这么你不能够换那个角度想下跌到2块钱 不是应该要买到discount吗 如果你是看好他的长远的计划 就是他会涨到更高他的体量会做到更大 这2块钱你要知道你可以看那个chart 现在才才这样一点点 你就不能够给他像这样子发展吗 ok就往上涨 你现在看这个下跌好像很大件事情 我就拿ftt来做例子 因为bnb很多人讲的 这个bid倒又不是bid又不是什么 当初的bid也是五名小卒一个 可是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当他还在五名小卒的时候 可是你看到他的vision 你看到他的野心是大的话 你看好这家公司的发展 这样你不是去买进去就可以了咯 这样我是有目共睹 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了 我是用了bybit两年的平台 这样bybit是bid到背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backer 这样子我有理由相信他不会让bid到去倒 而且我也讲过如果bid到要去割韭菜啊 他不会开一个100亿的一个发行量的这个b来去割 很难控盘你懂吗 所以我是看到他长线的发展 而且他王的方向也是符合我自己的方针的 也就是gamefi d5这些领域 也是为什么我会买cala这些东西 说的你可以靠他这里 他也是差不多上到两块七两块六 你看他跟bid到很像啊 ok两块七两块六 可是他也是跌下来跌到差不多一块一一块六 可是只要你撑得过holding power有 你可以看到哇感觉起很多了 不会起了很多人这边卖卖掉卖卖掉 你看这里有一波卖亚卖亚 可是当趋势来的时候捧 你这里的小小跌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你讲我这里卖掉的话你这里卖掉是我亏少 可是我亏掉的是本来可以赚到2500趴的这个利润 就25倍ok这样你可以讲ftt 现在他的circulation只有一个亿的ftt吗 这样bid到他有五个亿哦 这样我就拿来出五咯 ok拿来出五已经是after点了的价钱啊都有43块 ok我拿来出五差不多一粒八块六啦 so你讲如果现在ftt他已经是经过dl的价钱 他还有43块 ok他最高峰是去到87块 也就是说他的底价你可以把bid到放在是8块钱 这样8块钱如果你想他的高峰是可以对应到多一倍的话就16块 这样我之前讲的这个bid到的这个价钱能够去到10块钱 你觉得我是乱乱讲了没必到会涨到10块我写在这边了 ok我们就来看明年还会不会应验 so为什么我这么看好bid到也好这些gala 因为我投东西我是看大趋势的 我不是去看单个这个project到底好不好 每个project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卖点 重要的是这些project有没有站在趋势的浪尖之上 就好像最近很红的是gamefi dfi也是肯定跑不了的东西 只是dfi不会像gamefi这么hype ok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东西 可是gamefi不一样每个人都懂得玩game 讲到game每个人比较有共鸣 所以gala这种平台这种好像在blogchain里面的steam平台 我是肯定不会放我而且我还会假仓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一样gamefi现在还只是稍微吹那风吹一下子吧 我现在掉回下来ok 可是我相信下一轮的牛肯定会跟到跟gamefi有关系 so that如果你怕直接投gamefi的project很冒险 你不懂哪个gamefi是真正会成功的 你可以直接投biddown ok因为down就好像一个index这样子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标普 他就好像一个etf这样子啦ok 一个etf你相信说这个biddown这个组织 他会懂得怎样去运用他们的钱 而且他们背后都是经营 他们比你我跟我都更清楚知道什么project 更大概6月成功 而且他们不单单只是投project本身 他们自己都自带光环自带流量 因为他们是必到后面是bybit的bitter 丢他们能够用他们的背书去帮自己project 拉起来so that 这是为什么我会看好biddown 他现在也许很多人都两块钱ok 可是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你有好好去看biddown的这个proposal 他通过的这些叫做是协议的话 最近最近通过的这个bip5 blockchain gaming ecosystem acceleration到ok 他们用了就是拨款了5个亿美金 so其中呢bid到贡献了4个亿美金 如果你去看他的文件的话啦ok 然后另外一方跟bid到合作 出了1个亿说也总共5个亿美金 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要bill一个东西 to accelerate the adoption 也就是让gamefi或者是gamefi的发展 就是blockchain gaming能够更加的成熟 更加的普及化 然后提供gaming support networkok so that这个东西叫做game7ok game7你们可以去做功课一下的ok 他们就是专门去孵化跟去资助这些gamefi的project去成长 这样子如果你相信gamefi是下一波牛市的起点跟开头 或者是metaverse这些 我觉得这三样啊 ok你们可以去注意的gamefi metaverse可是其实metaverse 就跟gamefi是有关系的 这样gamefimetaverse就跟nft有关系 so等如果你去看一些layer2也好 或者是做一些dapps的关nft的关metaverse 这些都可以注意 再来第三跑不掉的还是defi 因为所有的gamefi跟metaverse都是基于从defi出发 如果defi的基础建设不够成熟 gamefi跟metaverse也没有办法成功的去建立 所以你们偷东西我讲了你要有大方向 然后你要跟着大趋势 这种短照的噪音嘞 你不用去趴了 而且你应该更看到的是一个机会 因为做投资 我们今天做trading我们在做交易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买就有人卖 他是一个零和游戏了的 这样为什么你在这个市场里面要怎样赚到钱 你的时间一定要够长 为什么时间要够长 你要让后面的接盘侠 这是跑不掉的真理 虽然感觉很坏这样 可是这个就是金融的本质 永远是慢的人帮前面找进来的人买单 因为很简单 今天我买的成本是一块钱的 我们三个人都买一块钱一块一块 可是今天当他涨到三块钱的时候 后面的人他已经认同 现在的这个币的价值是三块 跟你买一粒这个币的钱 他就用三块跟你买 这样其实你会发现到他用三块 其实他已经在帮我们本来用一块钱的 这三个人买了单 这个就是金融的本质 然后为什么叫洗牌 洗牌的意思就是当后面太过hype的时候 后面人接盘下无脑进来的时候 当没有人在接盘 这样当然他这个价钱会跌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可是你会发现这么每次价钱 只要这个东西好像Bitcoin也好 gain find的都更 如果他是一个接下来趋势 一直在发展的革命不会结束的话 他都会一直每一轮洗牌 都是把这些散户或者把这些罩银洗掉 然后剩下的都是信仰者 而且都是有holding power的 就好像Bitcoin这样子 你看Bitcoin每一轮洗了 你会发现他越洗 他的底价就去到月高之前吸吸吸吸 洗到他的底价去到3000块 3000块那时候 我们觉得哇很低啊很低啊 Bitcoin不能玩了 可是如果你对应到13年的人呢 你看他我们讲4000块为准了 4000块如果我们讲Bitcoin400块的时候 这几时 OK啊你看Bitcoin400块的时候 是差不多在2014年的时候 4月23号的时候400块 可是你要发现到哦 在我们认为跌到很底很恐怖的时候 跌到4000块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成功的帮这些2013年 14年的人成功全部换手到完 已经成为新的一个底价了 因为他们一粒Bitcoin用4000块买 已经帮所有在这边买在400块的人 10个人已经帮10个人借盘了 说的这个就是金融的那个cycle 那个周期 你会发现到虽然这些跌幅很恐怖 熊市很恐怖 科技泡沫很恐怖 如果我们用回科技泡沫 他是跌的很凶 可是只要这一股风继续吹 我相信blockchain 这一个风只会越吹越大 越来越多人看懂 越来越多人参与 而且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也会给他知道什么是blockchain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这一个generation的时候 还有很多比我们大的长辈 他们还看不懂blockchain 这是很自然的吧 所以他的marketcap已经这么大了哦 even though 这样多人不懂 他的marketcap已经这么大 更何况如果我们给我们下一代呢 而且这些blockchain的东西 是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多人知道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 他的底价只会越来越高 当你今天觉得3万块很贵的时候 然后你可能明年回来看他已经百二千的时候 哇 早知道我3万买进去的话 现在翻四倍了 ok 你一直这样想 你就会一直错过 你就会错过 当你错过的时候 当你到后面看到market price起来的时候 你又不想错过的时候 你就做什么 就是帮我们前期这些人去做结盘起来 ok 你觉得Bitcoin很贵 很多人觉得买不起 这样我已经很明道跟你讲 Bit道可以买 ok Gala也可以买 Matic也可以买 Matic是做polygon的 他就是帮Ethereum scale up他的一个 那个network 因为Ethereum的那个tps很低 ok 就是他的throughput rate很低 也就是说他每一秒能够处理的transaction 比起polygon的话来的低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现在的gainify project 都把它instead of做在Ethereum chain 他们都跑去做在polygon polygon geometric也是做Matic的chain 要不然就做在BSC的chain 因为价钱更低效率更高 所以这些东西我买的他不是没有原因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我跟你们讲的这些块我自己买的都不少 ok至于多少 我在VIP稍微透露 可是我没有讲exact的号码 ok可是我有讲多少位数 可是你们VIP就不要在下面comment写了 多少位数的话 你们自己去VIP看我有pink起来的 ok so that我 是比你们更convicted在这个space里面 因为我偷钱比你们多 这样当然我这么一直这样急急讲 这样我也当然让这东西给更多人知道 然后让更多接盘侠进来 因为这就是金融的本质 我们也不用讲说假猩猩什么 因为你进来金融就是希望有人帮你买单 只是你要做那个找进来的人 ok 等到这个bid到上了10块20块 讲这个bid到很大又跟随便合作 那个合作 那时候你才来进场的时候 你就是来帮我们买单 说的2块钱贵不贵 就看你的目光放了多长远 你看到现在短期这一年内 他从3块跌2块哇跌了一半哦 这个coin烂coin来了 我不知道可能明年他上了30块 你3块钱是算便宜了他还涨了10倍 说这个就是金融的本质 就是换手洗牌的概念 因为永远洗牌了之后底价都会越来越高 因为看懂的人就会看懂 看得懂的人就会后后的人到最后就会赚钱 因为只要你后的时间足够长 后面就会吸引到更多后来看懂的人来帮你借盘 并且有一句话讲 做后的好过你去做吹这个我也是蛮认同的 如果你今天吹的那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话 不会做弄不会做秀不用紧 ok 你来这边你就是看什么矿可以买 你也不用跟着我去做bybit trade什么不用 你就是后就对了 可是你的holding power一定要够长 你一定要可以后一年甚至三年甚至五年 你就会看到那个肉了了 ok 你就当做现在是ftt的开始 或者是bnd那时候十块一块的时候的价钱 就是看你看不到有没有这个vision而已 你永远是要急功近利赚钱 你就是永远用最高的风险来换取到最低的利润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卖色全 我觉得今天很重要 因为我一直被comment 轰炸轰炸轰炸 我也不想回复那些comment 我这一笔就一轮去跟你们讲完 你们听懂听不懂认同不认同在下面comment ok 不认同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用时间来去证明 ok so that 如果你想要买bid道也好 或者是想买gala matic 都可以在bybit买得到 so that bybit的链接 我已经放在我的description box下方 下面有这个bybit的link 这个bybit global traveler 点击进去20秒就可以免费申请 不用做kyc也ok的都可以直接买 可以当然做kyc的话会更好 你可以去参与他的那些launch pool 可以去做staking 可以赚一些额外免费的钱 而且是稳定stable的钱 一年的年化率可以从最低是8% 最高可以去到30% 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进我的discord ok然后去到这个public chat room去问 我可以问说怎样去做launch pool啊 defi啊我们会有人回答你 而且你不懂怎样用bybit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video不懂的话 你可以来这里问 ok没有问题了会有人serve你 ok so that 只要点击这个bybit的链 就可以申请到了 然后如果你想要进入我们discord的 更内部的一些资源的话 好像vip啦或者是内部的讨论啊 或者是一些 all coin的一些amma的讨论啊 你可以进我们的discord的vip ok就是去到这里有一个join button ok join button 然后你选这个400块一个月的 当你进了vip之后呢 你也可以去看这个zero to one 这个很重要啊ok for你做投资也好 或者是做trading也好都很重要 ok就在这里 这里有16个小时的影片请你去看完它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还不想要付费 没有关系 你也可以看免费的video 你可以去我的igdm 我start crypto trading 我会删你12个免费的video please 那边是全部所有的基础 技术分析都可以在那边学到 ok说你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话 记得不要吝啬你的按赞订阅分享 这些都是给我莫大的鼓励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我们明天的影片再见啦 Peace out Bye bye ok by bwd6